今天是由天堡旅游官名赞助的晚间粤语新闻 法岳德参观乌克兰反政府示威的聚集地 并和新政府官员会面 乌克兰前总统阿努科维奇在俄罗斯公开露面 说反对派的所谓是无法谋天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2月28号星期五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家欣 新闻的详细内容 多伦多地区严寒天气持续 昨晚的感觉温度达到零下30度 虽然环境部已经取消了风动警告 不过多指今日依然保持低温天气 环境部表示 多伦多地区今天中午的气温 最高只有零下10度 到了明晚 部分地区会出现零上的飘雪 另外气温将会在明天有显著回升 但是这个现象不会持续太久 根据环境部的预测 从星期日开始 大多地区将会出现一轮的低温天气 到了星期日 随低气温会达到零下13度 当时市长福特和警察总长布拉尔之间的马战有升温的趋势 福特指责布拉尔 花费纳税人的钱不是用来打击罪案 而是用来打击政敌 希望布拉尔就此时作出回应 福特昨日下午在市政大楼堆传媒说 如果布拉尔想拉他就儘管放马过来 他指责布拉尔为了针对他 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跟踪监视 甚至是租飞机 这种用纳税人的钱去玩政治游戏的行为 需要对公众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另外福特还表示 对于布拉尔本人 自己不需要道歉 由于早前福特被拍到 在一间餐厅内破口大马的录影片段 福特就说 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例 也都没有在餐厅内做违法的事 福特说 他要解释的都已经说过 他无法控制市民 在他外出的时候拍到什么相片或什么片段 尹国外务部长白岳德 今天在布克兰首都基辅 会见布克兰新总理耶森游黑 另外白岳德表示 他在早前已经和布克兰前总理桂墨新科会面 在接下来的行程里面 白岳德还会和布克兰临时总统 涂以其乐夫会晤 在今天较早时候举行的记者会中 外务部长白岳德表示 此行来到布克兰 是想向布克兰人民 显示加拿大对新政府 以及该国向民主制度过度的支持 另外 白岳德还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透露 本国将会向布克兰提供20万的医疗帮助 本国政府早前宣布 将不会向布克兰前总统阿努科维奇 以及相关人员发放本国的签证 白岳德到达机会之后 首先前往反政府示威者聚集的中央广场参观 他表示 这次经历他感触破心 他希望乌克兰政府能够进发完成过渡 令国内恢复和平 另据消息 在今次本国前往乌克兰的代表团当中 没有反对党的成员参与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宣布 将会由今年5月1号开始提高按揭贷款保险 不过新规例不会影响已经投保的民众 在新规例生效之后 按揭贷款保险加多少 就会视乎买家给的首期而定 通常情况下 如果买家给的首期不够冷成 贷款金融机构就会要求买家买保险 在新规例下 首期给不足一成的买家 保费会升0.4个百分点 去到百分之2.4 而首期给一成半的买家 保险就会升0.5个百分点 去到百分之1.8 那就是说 首期越比得少 新规例对房屋开支的影响就越大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表示 新规例不是为了控制本国楼市 而是想确保金融机构 在提供房屋贷款的时候 不会面临过大的风险 该公司同时表示 今后将会每年公布保险费的比率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的保险比率 200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较平稳的水平 不过自2000年之后 本国政府为了控制楼市 相计推出一些改革政策 按揭及房屋公司 亦因此作出相应的改变 灰狗巴士斩讨案兇手李伟光 获批准可以单独从精神病院外出 不需要看户下自由走动 李伟光的精神科医生团队 在较早时候提出要求 希望给李伟光新的自由 委员会之后批准 与之前在监护下外出不同 李伟光可以单独从精神病院 开附近的市镇 这类单独外出将会由下星期四开始 最初30分钟 之后会逐步增加至全日 另外 李伟光前往其他社区的监管 亦都已经放宽 包括冯尼泊 洛克波特 和附近扶滩地区 他可以和一帮人一起外出 不需要有指定职员监视 李伟光亦都从保安严密的病房 转到去不用上锁的病房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方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消息 天保旅游带你放松身心 唱由世界各地 中国旅游 亚洲旅游 欧洲旅游 美洲旅游 热心的服务 贴心的照顾 天保旅游 还为你提供航空票务 酒店预订 豪华邮轮 本地巴士团 以及旅游保险 和签证服务 天保旅游 让你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吸毒人员意想天开 听信传言 企图自制毒品 以前从山长买了 直到回来 吃药 制毒未成 先被拉 安情到得 考验检察人员 这个案件就 问题在于 用鸡蛋 食盐 包猪肉 剩余的水 它是制造不出毒品的 敏感性机 方向的 在一个背方 自己一度很风光 他从05年开始帮领导开车 直到前年 年收入能够达到几十万 而且通过领导的渠道 他还以市场价格的一半 搞倒了两套房改房 和职工内部房 开门当日 常周瓦居落 从沙盘到样品房 到处是人气十足 当然了 人家降价促销 正装房 军价是每平方一万三 无匹房 军价是每平方米 七千元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徐伟 应邀访问加拿大安大略省 杜兰区布洛克市 并出席该市市长 黑雷顿举行的兵调日活动 2014年2月17日至19日 中国国务院乔办 求援品主任 帅团访问加拿大 最大城市多伦多 大多福市下午 来拜拜 与您相约 各位观众晚安 继续在新闻时间 国际方面的消息 被罢免的福克兰前总统 阿努科维奇 在俄罗斯开记者会 他见证自己无奈命令 向反政府示威者开枪 并表示不希望国家分裂 也没有要求俄罗斯军事介入 阿努科维奇 自上星期六被罢免之后 首次公开露面 在俄罗斯西南部城市 顿河半罗斯托夫开记者会 他指责 跟反对派签署协议后 发生的事是无法无天 他没有下令警察 向反政府示威者开枪 要为流血冲突负责的是示威者自己 又指责西方国家纵容示威者散夺他的总统权力 他又说国家不能分裂 他表示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 并安排稍后会面 阿努科维奇否认自己是逃亡 说会再回去乌克兰 他不会参与乌克兰五月的大选 指大选是非法 乌克兰最高检察官组前表示 如果确定阿努科维奇正身处俄罗斯 就会要求俄方引到阿努科维奇回去乌克兰 乌克兰面临分裂 东南部克里米亚地区 拘捕有俄罗斯军人控制机场和海岸防卫队基地 乌克兰内政部谴责是侵略行为 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 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军用机场外 由着想军服 身份不明的人把守 另外几十名持枪武装人员 控制首府申飞罗波尔机场 他们着想绿色军服 但没有任何标记 由人实自称是克里米亚人民军组织 只愿维持当地秩序 阻止知事分子 由首都基辅搭飞机来到克里米亚闹事 除了机场之外 克里米亚一个乌克兰海外防卫队基地外面 也有三十个据称是俄罗斯克海兰队的散兵部署 声称是要阻止极端分子抢夺武器 乌克兰内政部长 谴责是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不过 俄罗斯克海兰队指挥官 就否认同占据机场有关 而站待总统职责的乌克兰议长 陶尔奇诺夫就召开紧急会议 促整俄罗斯尊重乌克兰领土主权 他又签署命令 解除乌克兰总参谋长兼武装力量总司令伊利英的职务 乌克兰议会罢免总统阿努科为期之后 克里米亚有民众就举行示威 要求就是不是继续留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 当地议会通过在5月25日 也即是乌克兰总统选举当日进行公投 另一方面 俄军在接任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发出多架战机执行巡来任务 而西部军区15万部队 即是差不多该军区全部军力 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军演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接近三年 当局在福岛对面海域捕获的一批鱼 发现幅射含量超标一成 这批鱼没有留入市面 当局表示会继续检测食品确保安全 日本福岛圆盘城市 是一批红石斑样本 发现每公斤含有110倍克放射性的息 含量比日本政府标准超出一成 该批鱼没有留入市面 福岛圆鱼业协会自前年开始 规定只有30种在附近海域捕捉 可以安全食用的鱼类送到市场出售 今次是第一次在名单上的鱼类验出幅蛇超标 鱼业协会感到惊讶 又表示会将红石斑剔出名单 确保市场出售的鱼是安全 日本农业水产大臣林方正表示 会继续支持食品检测 确保水产安全 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事故之后 当局接连在福岛圆出产的水产和蔬菜养本 验出幅蛇超标 福岛圆的鱼业到第二年才恢复暴留 中文字幕提供